熊熊熊 蔡蘭阿伯騎著淑女車參加鐵人三項 沒有想到年輕小夥子都比不上他 真是太強了 你看到他騎那個淑女車參加會不會覺得很驚訝 超強的 那個完全沒變數 對 要一路上坡要這樣子騎 加油 阿伯加油 拜拜 謝謝 都60歲了 還這麼猛 穿著白色長袖內衣 戴著大賣場買的安全帽 騎著淑女車就贏了全國的第四名 快吃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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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風 可是大家都講你很厲害 哪有 他們比較厲害 他們比較快 沒關係 因為你騎的是淑女車 你已經參加四年了 沒有 兩年 今年第二年 今年其實第二年 113 參加兩次 226 今年 連制次兩次 剛好兩年 等一下還要再跑幾公里 42點 一個馬拉松 1.195 更猛的是 這台淑女車是阿伯跟老婆借的 其他人騎的是幾十萬的高檔腳踏車 全都輸給這位菜籃車阿伯 我沒有那個車子 給我老婆借車子說 這個可不可以完成呢 可以完成就好了 鐵輪三項比自行車 跑步以及游泳 菜籃車阿伯 車子比別人爛沒關係 靠意志力 靠體力 以及靠耐力 這才是真正的不老歧視 東台新聞 陳敬業台東市採訪報導 警察